十六尊威风凛领的神将 绕行李翁月娥竞选总部 不仅屈胸除惠 也祝福李翁月娥高票连任 五党籍的新北市议员李翁月娥 竞选总部在鲁州长龙路正式成立 除了神将外 也涌入上千位支持民众 气氛热闹滚滚 李翁月娥细属从政以来的各项政绩 不管是重大的地方建设 还是贴心的社会福利 每一项都努力完成 绝不辜负乡亲的托付 老实说 无党的要参政非常辛苦 我无政党的助援 我也无政党认为外国 为了在座 整边当中的兄弟子 不愿意让我收听 让我的动力 让我做事有力 说话有声 感动才有效 现场关锐云集 包括新北市长侯友宜 也特别到场立挺 对于李翁月娥距离力争 巨细迷移的做事态度 给予高度肯定 导致一个卫地区好好做的事态度 你大家信不信 问你自己 我们阿嬷甚至一个好好做的事态度 信不信 是 对 你只看着后边 别说丢开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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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们后边这个理事态 这么多人站在他旁边 你就知道有用心了 李翁月娥 狗帅 人在座天在看 李翁月娥担任议员以来 不但争取地方建设不遗余力 更秉持把爱传出去的精神 默默为弱势付出 虽然这次获得许多相亲的支持 但他还是不敢轻忽 希望大家集中选票 让他高票连任 继续为地方打拼 记者如同采访报导